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八爹 快坐下 王叔 王叔 怎么安全了 恨 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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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秦仁 陛下 快走 快回宫 快走 借过大人 左侍呢 禀科大人 未见 怎么 没有通知他吗 大人 我们已经在外面禀报过了 弹里面没人回应 大人 大人 左相 你怎么来了 右相说 让您看看 新任的双炮可有不同 也好 一起去见胭脂 让他也听听 酒味 酒味 怎么这么大酒味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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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得错了 大人 大人 你想得喝多了 左侍 大人 我说 你在胭脂的床上干什么呢 大人 笑得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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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得痛了 大人 笑得该死 胭脂呢 胭脂 胭脂 对了 大人 胭脂呢 啊 啊 啊 爹爹 您找女儿 你去哪儿了 阿修醉酒 沾了女儿的床 女儿哭笑不得 又觉得心里烦闷 便去了书阁 想找左相谈书 不承想 左相今在这儿 爹爹着急找女儿 所为何事 本宫怀疑 李德云那边 蠢蠢欲动 这是右相选出的 新的双炮 让他们把李德云 盯紧了 绝不让他有机会回京 是 还有 继续找安王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我不去啊 我不要去镇屋 那么远的地方 殿下留在衡安 陛下很为难 他在想方设法地保护你 你也得为他着想啊 也不是去一辈子 过几年 就把你接回来 我不去啊 羽儿 你这是干什么 姑姑 我们没有时间 给她解释这么多了 倒是这次您去镇屋 千山万水 您一定要小心啊 好 您也是 要照顾好自己 放心吧 姑姑 您一定要好好保重 您也多加小心 嗯 又是 此人晚归 令皇祖母担忧了 每次出去都受伤归来 算了 则宁今日等了你一天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是过去的事了 可怎么能不想呢 当年若不是李德云被贬 你们早就成亲了 朕跟李泽宁再无可能 也请皇祖母 不必操劳此事 那么 程若瑜呢 陛下 你该有子嗣了 你若是喜欢程若瑜 就先纳他为妃 为大兴诞下龙儿才是正事 华智 老奴在 你想当皇亲国妻啊 老奴不敢 老奴罪开万死 华智 在 朕 却是心悦于鱼儿 却是心悦于鱼儿 但不过是君王对臣子 华智 剑客对明镜 华智对美景那样的喜悦 与男女私情无关 所以 鱼儿不可能为妃 更不可能 为朕生儿育女 老奴 记住了 老奴 剑记 你想说什么 我 陛下 安王的行踪 被幼师发现了 臣臣就回紫衣局调人增援 等等 你带着人 去跟承熙 一起去将八皇帝 送去镇吾 再回来 镇吾太远了我 这是圣旨 是 这脸 怎么这么淘啊 我 都说的是喜悦不是喜悦 程若云你想什么呢 不过 为什么要让我去镇吾 这是要调走我 为什么呢 你哭什么 陛下 我 这 是 是 不过 你 我 你 你 我 哪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此危急关头 朕会遭遇一场大戒 若鱼儿在的话 只会胜利 陛下 可有万全的对策 有 但是胜利 只有一证 一证 一证 尽人事 听天命 朕就不相信 天眼亡我大心 大人 怎么 找到安王了 安王被承熙偷偷送出京 前往镇吾了 又是镇吾 那刘弥莎呢 属下特意去牢房看过 里面的人 已经被调包了 看来 刘弥莎已经回到了镇吾 承熙带安王 去他那儿 一定是为了寻求庇佑 马上派追兵 不管死活 一定要把安王和刘弥莎追回 是 是 齐也 你以为没有了安王 本宫 就不敢动你了 这个 把你对 下定了 有 去 担心 门 你 在 他 所以 你 你 你 英雄 她 她 你 怎么 你 门 她 你 她 她 这是 你 怕是 真的来不及了 你敢清楚了 真的是那只碗 就是去年求公公端给先帝的那只碗 太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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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叫太医 是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按照标记来看 出城往西南方向走 大概两个时辰就能到 是光王殿下的人 鱼儿 这个时候你怎么在这里 我们要出城 出城 陛下都要出事了 你还出城 出事 什么事 我正要去向光王殿下禀报 囚子梁旁着鱼汤 去了陛下书房 鱼汤 毒鱼汤 当年先帝就是喝了囚公公捧过来的鱼汤 不到半个时辰就轰了的 你们继续追 我回宫 鱼儿 我们走 驾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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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子梁来了 陛下 仇子梁来了 快跑吧陛下 快跑吧陛下 陛下 陛下 贤弟与陛下不同啊 贤弟不会武功 又被软弃了多年 已无生念 所以囚子梁拿来猴台之事便喝下了 陛下 您要是想走 谁拦得住您哪陛下呀 朕不能走 这是朕的皇宫 在这里朕才是皇上 若是逃了 与庶民有什么区别呢 朕不会疼 朕不会疼 开门 朕等着仇子梁 陛下 是 是 朕不疯 员 母亲 臣正好有些渴了 这汤就赐给臣吧 殿内宣慌 成何体统 是该找人交交 执见人归咎 把这碗鱼汤端上了 陛下 朕知道还有 端上了 别喝 擅离职守 违抗圣旨 你这样的执见人 朕留不得 不能喝 陛下 快吃 劳奴才 带上你的侄女离开 是 陛下 我不走 我不走 你少才神经我 谁都别想走 陛下 真的是好感动啊 好感动 这四层相识的场景 让我想起了当年公孙京 真是没有想到你和先帝 是如此幸运之人哪 身旁总有忠心耿耿的执见人 让人心生嫉妒 让人心生嫉妒 陛下 臣下 把她喝 陛下 不能喝 不能 不能喝 报 不好了 公公 八百里加急 你 如从军中大乱 臣应台界兵变之势勾结四方 易于自立 各地截动使们 连书奏请陛下 尽快下旨 出兵平乱 你 看来这碗鱼汤 朕不用接着喝了 别以为本宫不敢 护驾 拜见陛下 臣率走前 你为护驾来迟 陛下受罪 齐爷 你很好 多谢义父夸奖 明日早朝 商议平定叛乱一事 还需义父鼎力相助 那是自然 请 辛苦了 谢陛下 事已至此 急也没有 我们还是先想想 下一步该怎么办 不对 哪里不对 从昨日的晴雨亭开始 哪里都不对 又像对我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她不可能不提防幼士 那幼士便不可能突然出现 破坏她的计划 除非 又像从一开始 就没想让我们真正救走安王 你的意思是 又像让你和齐燕放走安王 再让幼士去告诉大人 激怒大人杀掉齐燕 仇子良派了多少人去追安王 大人在鸡头上 派了三千神才君和五十足子 几乎是三分之二的可用兵力 你想到什么 调虎离山 你速去查 营中可有其他调动 还有 命西双炮来见我 我有事要问 那咱们还进宫吗 不见 你说得对 我们无力阻止 也来不及阻止 那不如赌一把 我赌右下 必有后招 你为何要回来 陛下 臣不知道您早有打算 只是听说您有危险 就赶快回来了 事臣善离职守 让您忙着想 我 有 律师 雷 大人 别 鸡 继续 总 酒 最大 量 这 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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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什么呀 笑什么呀 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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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笑 笑什么 笑什么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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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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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卢从之敌 等弥沙回去后 连通阵无精兵八万 再加上愿意帮忙的 藩阵截渡使门 形成多方之势 对邱子良的兵马 进行压制 陛下早就布置好了这一切 来 朕从宁和姑姑那里 得知卢从之事 就当即派韩顶去戏查 宁和姑姑在卢从 尚有势力留存 能助朕一臂之力 如今 我们有朕无 和赵仪杰渡使门的支持 一旦陈印台的势力作大 战事爆发 那邱子良的身边 就没有可用之策 到时候 李得云便可以趁机归来 可是没想到 突然杀出个韩月来了 是啊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但不过 我们也总算是回到 正轨当中来了 可是这一打仗 百姓又要流离失所了 朕知道 但换党这个毒瘤沉寂多年 要事难知 只能回到处置 纵会流血 也好过毒性继续蔓延 久无可求 太白丘高筑发冰 太白丘高筑发冰 长风夜卷鲁陈青 男儿姐却腰尖剑 喜剑从网 道化平 你为何会背这首诗 我 我可能只是一时感慨就背了出来 这诗怎么了 你可知这是谁的事 不知谁的 不知谁的 这是王阳的事 王阳 可能是我之前在贾力上看到 就背了下来 我 你 陛下 您 能跟我说说吗 说什么 韩月 阿妩 还有王阳的两个孙女除外 您当年到底都做了什么 您总是什么都不说 任由百姓唾骂 外人误解 宦官嘲笑 还整夜整夜地做恶梦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死 为你而死 你已赢 则大兴胜 你输 则大兴死 小五 你一定要赢 没有什么误解的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是 朕为了能当上这个皇帝 任贼作福 替邱子良 杀了一批正爹 导致现在朝堂上 无忠臣闲事 无可用之人 陛下不是这样的人 那朕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的陛下 是因为担心弟弟的安危 会亲自夜叹将棋营的人 是明知官王殿下 对皇位有危险 而还选择信任他的人 是明知道有危险 故意制造我保护我的人 是真正将大兴将天下 放在心上的人 这样的陛下 又怎么可能是无情无义 为权势不择手段的人呢 陛下 别过来 陛下 您会赢 而我们 我们所有人都会帮您 时间不早了 你回去休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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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兄 你看见了吗 总会以多深沉默 但对着这样的一个女子 又怎能不喜欢呢 这是我喜欢的女子 她叫陈若玉 总觉得今天 才真正看清了陛下 清光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喜欢 当然不是什么喜欢 陛下不是也说过了吗 是君臣之间的 清光 让我们一起 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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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怎么了 李泽宁尚无动静 而程若鱼跟丢了 程若鱼骑的是如风 马蹄与寻常不同 追着蹄痕都找不到吗 追到了 但只有如风 马上没人 看起如风 齐燕舍不得这匹马都 是 现在什么时辰了 一过五十 李泽宁这么久 都没有下一步动静吗 没有 派人上去试他 逼车里的人出来 是 百宫百宫还真是做空死 荒芜多年 里面什么也没有 说 李泽宁在哪儿 我们也不知道 小姐说 百宫寺的大师们辛苦 上下山多有不便 才让我们 将此车送给他们 李泽宁让你们把马车 送给一座空寺 我们只是下人 小姐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小姐还说 让我们在寺外候着 大师们做完功课 就会出来收车了 程若鱼 你怎么在这儿 谁让你来的 是陛下 陛下让你来接李德云回去 是不是 我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来这里 是给太皇太后 供奉佛经的 皇家寺庙那么多 为何选择一座空寺 供奉佛经 空寺 还真是做空寺 好奇怪啊 调虎离山 我们中计了 走 我们中计了 这次下车 你是干什么呢 是陛下要的消暑汤吗 这么才到啊 快快快快 陛下 朕终于等到你了 离爱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